我若妻妾成群 我最宠爱你 要是你的心 在菲比斯的胸口跳动 那世界该多美 我总是宠的 他的灵魂得到拯救 那我的呢 我的呢 都是因为你 你 法国大文豪维克多余果 浪漫主义剧作 巴黎圣母院 演播 本音物语 三个女人回转脚步 走到了罗朗塔楼附近 乌达德对那两位说 不需要三个人都往洞里瞧 免得吓坏了麻袋女 你们两位就假装翻祈祷书去念经 我把脑袋探进去看看 麻袋女有点认得我 你们什么时候过来 我告诉你们 她一人向窗洞走去 她刚往里一张望 心里就不胜悲悯 表露在脸上 原来又快活 又坦然的面容 顿时改变了表情和颜色 仿佛是从阳光下面 走到了月光下面 她的眼睛湿润了 嘴巴抽搐着 就像要哭似的 过了一会儿 她一只手指放在唇边 示意要玛伊埃特过去看看 玛伊埃特十分激动 默然踮起脚尖走了过去 好像走进临床一般 两个女人一动不动 大气也不敢出 往老鼠洞 那油炸烂的窗洞里探视 眼前的景象 可真是凄惨 小事十分狭小 宽度大于深度 尖拱的顶 从外面向你看 很像主教法官的内里 在铺地的光秃秃的石板上 在一个角落里坐着 不如说是蹲着一个女人 下巴搁在膝头上 两臂合抱紧紧搂在胸前 她这样缩成一团 棕色麻布口袋裹住全身 挤着大褶很长很长的头发 从前面披下来 遮住脸 顺着两腿一直拖至脚面 乱一看 它就像是刻印在黑暗小事身底的一个怪影 一种发黑的三角形 窗洞里透进来的天光 把它抛成两种色调 一半阴暗 一半明亮 这是那种光明和黑暗参半的模影 是我们在梦中看见的 也是格雅的杰出作品中所表现的 苍白死至不祥 蹲在坟墓上或者靠在牢房的栅栏上 这不是一个女人 也不是一个男人 不是一个生物 也不是一个确实的形体 这是图具形状的一个东西 真实与狂想交织 犹如光与暗交织的某种幻影 从它那垂直地面的头发底下 简直看不见它瘦削而严峻的侧面 它的长袍简直没法遮住 它那在坚硬而寒冷的石板地面上 抽诺着的赤脚 隐约可见 它这种丧衣卷果之下的 依稀人形 真叫人不寒而栗 这个仿佛牢牢定在石板上的形体 似乎没有动作 没有思想 也没有呼吸 在那单薄的麻袋之下 石直一跃 没有火 直接躺在石头上 就在土牢的阴影之中 斜斜的气孔 只能够从外面吹进的寒风 不能射进阳光 它似乎没有痛苦 似乎感觉也没有 仿佛它已经化作这牢房的石头 化作这季节的冰块 它合着双手 两眼直勾勾的 头一眼你以为这是幽灵 第二眼你觉得这是石像 然而 它那发青的嘴唇 见或开合 仿佛有呼吸 在颤动 却宛如随风飘落的枯叶一般死寂 机械 但是 它那死至的眼睛里 闪现出一种目光 一种难以言状的目光 一种深沉 阴森 冷酷的目光 不断凝视着 室外 某个看不见的角落 这样的一种目光 似乎把这个悲苦万分的灵魂的一切阴暗思想 都固定在无可形容的什么神秘之物上 就是这样的一个生灵魂的 spoilers 因为住处而被称为险修女 按照衣着而被称为麻袋女 瑞维斯这时也走到 玛伊埃特和乌达德身旁来了 三人一起向洞里望去 他们的头遮住了光线 那可怜的女人虽然没有了光 却似乎并不注意他们 乌达德低声说道 别打扰她 她正在入定 她在祈祷 这时玛伊埃特越来越坠坠不安 注视着这憔悴枯高 披头散发的女人 两眼保勤着泪水 自言自语 要是真的 那可太奇怪了 她把脑袋从气窗的栅栏里探进去 尽力张望 探索着那不幸的女人 一动不动的 凝视着的那个角落 等她把脑袋缩回来 已经泪流满面 你们管这个女人叫什么 她问乌达德 乌达德回答 我们叫她 我们叫她古杜勒修女 马一挨她说 可我 我叫她 泡盖特 向她 说着 他一只手指放在嘴唇上 示意叫目瞪口呆的乌达德 把头伸进窗洞里去看 乌达德一看 只见隐修女阴沉出神凝视着的 那个角落里 有一只 坠满金箔银片的 粉红段子的 小鞋 瑞维斯接着 也去张望 然后 三个女人 注视着这不幸的母亲 都哭了起来 可是 无论他们的注视 还是他们的眼泪 都没有使隐修女 分散注意力 她仍然合着双手 嘴唇目染 目光呆滞 她那样呆望着小红鞋 知道她不幸遭遇的人见了 真是 心痛欲裂 三个女人 默然无语 她们不敢出声 第一声说话也不敢 这样的彻底的静默 彻底的痛苦 彻底的遗忘 除了一件事 其他 皆以忘记的一干二净 就这样 他们觉得 仿佛是置身于复活节或圣诞节主坛之前 不敢出声 大气也不敢出 已经准备跪下了 他们觉得仿佛在受难主日进入了一座 主教堂 终于 三人中最好奇的 婴儿也是最不敏感的 Ravise 试图让尹修女开口 便说 姑姑 姑都了姑姑 这样 接连喊了三次 一次比一次声音高 尹修女 纹丝不动 一句话也没有 看也不看一眼 一声叹息也没有 声息全无 乌达德也来喊 声音更为温柔 亲切 姑姑 声鼓度了姑姑 还是沉默 仍旧一动也不动 Ravise 叫道 真是个怪人 雷都打不动的 也许 是聋了吧 乌达德叹息说 也许瞎了 Ravise 补充说 也许死了 马尼埃德 接着说 确实 灵魂即使还没有离开 这个麻木 沉睡 呆滞的肉体 至少已经退缩 隐藏到深渊里去了 外部器官的知觉 再也不可能达到了 您正在收听的诗 法国大文豪 维克多余果 浪漫主义剧作 巴黎圣母院 演播 本音物语 乌达德 乌达德说 那就只好把这一块饼 撂在这窗洞上了 可是 会有哪个小孩拿走的 怎样才能把他叫醒呢 却说乌斯塔西 直到此刻 以前 他的注意力 一直为 刚刚过去的 一只大狗 拖的小车子 所吸引 这时 突然发现 带着他的三个大人 正在向窗洞里 窥探什么 不由得 也心生好奇 就爬到一块戒杯上 点起脚尖立着 把他们红扑扑的胖脸 贴在窗洞上 叫道 妈妈 让我也瞧瞧呀 听见这样一个清澈 新鲜 响亮的小孩声音 隐修女一个寒紧 猛地扭过头来 就跟刚至弹簧似的 她那两只 紧紧剩下骨头的长手 伸了出来 掠开额头上的头发 以惊讶 痛苦 绝望的眼神 注视着那孩子 但这道目光 也只是一闪即逝 啊 我的上帝啊 她忽然大叫一声 脑袋低了下去 埋到两膝之间 嘶哑的嗓音 从胸腔里发出 似乎撕裂了胸膛 她说 至少 别叫我看见 别人的孩子 你好 太太 孩子郑重其事地说 然而 这一下震惊 好像唤醒了 隐秀女 她从头到脚 浑身一阵哆嗦 上下牙齿直打颤 微微抬起头来 两肘紧箍着大腿 两手紧握两脚 好像要捂捂脚 叫道 啊 好冷 乌达德满怀怜悯 说 可怜的女人 你要个活吗 她摇摇头 表示拒绝 好吧 乌达德又说 递给她一个小瓶子 这有点甜酒 喝两口 身子好暖和点 她又摇摇头 看看乌达德 说 水 乌达德坚持 不行 姑姑 医院里不好喝凉水的 得喝点甜酒 吃点这个玉米粑吧 是我们特地给你做的 她却推开 玛依埃特递给她的饼 说 黑面包 得 惹维斯也感到怜悯 解开羊毛披风 说道 给 这件外套 比你的暖和点 你披上吧 她像对待甜酒和饼一样 还是拒绝 回答说 麻袋 好心的乌达德说 可你 总多少看出来了吧 昨天过节了 隐修女说 我看出来了 我水罐里两天没有水了 沉默了一会儿 她又说 是过节 把我忘了 是应该的 世界为什么要想到我呢 既然我不想她 火熄了 灰也冷 接着 好像是话说多了 感到疲乏 她又把脑袋搭了下去 靠在膝头上 淳朴慈悲的乌达德 自认为听懂了 她这句话的意思是 抱怨太冷了 就天真的答复 您是要火吧 火 马袋女嗓音奇特地说 那你们能给 在地下已经十五年的 可怜的小牛 也生个火吗 她四肢站立 嗓子发颤 目光闪烁 贵立起来 忽然她像一只 以惊奇的目光 注视着她的那个孩子 伸出苍白瘦削的手去 叫道 快把孩子抱走 爱情女人要来了 爱情女人要来了 接着 她扑面倒在地上 额头碰在石板地面上 发出石头碰击石头的声音 那三个女人 以为她死了 但是过了一会儿 她又动弹起来 只见她肘膝着地 爬在地上爬着 一直爬到 放小红鞋的那个角落里 她们不敢再看了 再也看不见她了 只能听见 一声又一声亲吻 一声又一声叹息 中间穿插着 令人心碎的呼喊声 着重的撞击声 仿佛是脑袋 在往墙上撞 接着重重一声撞击 他们三人吓得 一个劲儿地哆嗦 就什么也听不见 恐怕是自己碰死了吧 若威斯说 壮胆探头往气孔里张望 姑姑 姑都啦姑姑 乌达德也喊道 姑都啦姑姑 啊 我的上帝 他不动了 若威斯说 他 死了吧 姑都啦 姑都啦 马云达德 梅艾特更业气色 一直说不出话来 这是强打起精神 说道 等一等 接着 弯下腰去 对着窗洞 大叫 巴盖 巴盖特 巴盖特 吓得 弗拉里 即使是一个孩子点炮筑 看见没燃起来 傻不冷灯地去吹 炮筑对着脸乍响了 即使他 也不像 马亦艾特那样 被这个名字 猛然扔进 姑都啦 修女小事里所造成的效果 吓得胆战心情 引修女全身一阵哆嗦 疼地站立起来 光着脚一下子跳到窗洞口 两眼火花直冒 吓得 马亦艾特和那两个女人 还有孩子 往后直退 退到了河堤栏杆 这时 隐修女那阴森可怕的脸 出现在气窗上 紧紧贴着窗栏 她狂笑着 叫道 哈哈哈哈 是埃及女人在叫啊 哈哈哈哈 恰好这时 耻辱柱那边 出现了一个场面 把她那狂乱的目光 吸引过去 她万分厌恶地 皱起额头 两只骷髅般的手臂 从囚室里伸了出去 以林中断气式的 重喘声叫道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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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及女人 是你在叫我 你这头孩子的贼 好啊 该死的东西 该死 该死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法国大文豪 维克多雨果 浪漫主义剧作 巴黎圣母院 演播 本音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